这么多需要吃多久 先来十分之一的鱼豆腐 把它修成一个圆形 这里测量一下尺寸 确保是一个正圆 同样切十分之一内鱼碗 并把它修改成符合尺寸的正圆 接下来撕几条防血蟹丝 盘绕成一个饼状 再将血蟹饼用烫斗进行高温定义 再取十分之一杀尿牛肉碗 同样修成正圆 包去蛋脚的外皮 这奢靡的生活使我倍加快乐 因此只取蛋皮最中心一片 将准备好的切片按大小依次堆叠 这里我偷偷加了什么 OK这款石井丸子的雏形就做好了 它来自安井火锅丸子全家福 选材烤旧 真材实料 味道鲜美 一个全家福满足每个人的口味 此时取少许牛肉汁和鱼籽包里的籽 调一个料汁 装杯缓解到了 取出固定的牙签 淋上这美味的料汁 女士们 先生们 让我们一起享用美味吧 BRGBRG